同学们好,我是威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HSK六级听力练习及讲解 今天我们进行第三套试卷的讲解 第三套试卷是第一单元生活点滴的第四课完美的胜利 我们来进行听力部分的练习 听力的第一部分的练习 我们先听录音 第四课完美的胜利 一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 许多大树上都缠绕着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长边 这就是白藤 一般的白藤长二三百米 最长的可达四百多米 是植物中的长度冠军 白藤浑身长满小钩刺 当细长的白藤随风摇摆的时候 一旦碰上大树 道生的小钩刺就会紧紧勾住大树不放 这一题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白藤 选项里也有白藤 那我们再听一遍 这个白藤是怎么样的 第四课 完美的胜利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 许多大树上都缠绕着一根根 又细又长的长边 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 这里说了热带亚热带森林 这里说的是温带 热带跟温带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是错误的 许多大树上缠绕着一根根 又细又长的长边 这个缠绕 我们看一看 缠绕在这里 缠绕着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长边 继续来听 这就是白藤 一般的白藤长二三百米 这就是白藤 一般的白藤长二三百米 最长的可达四百多米 最长的可达四百多米 一般的是二三百米 最长的可达四百米 是植物中的长渡冠军 是植物中的长渡冠军 白藤浑身长满小钩刺 白藤浑身长满小钩刺 钩刺 当细长的白藤随风摇摆的时候 一旦碰上大树 道生的小钩刺就会紧紧勾住大树不放 道生的小钩刺就会紧紧勾住大树不放 那么这里 就是这个是白藤 它是白色的 在树上 那么但是 它是缠绕在树上的 它是缠绕的 这样是一圈 一圈一圈的 大家看一圈一圈的缠绕在上面 一圈一圈的缠绕在上面 那么这个就是尖尖的 就是勾刺 这个尖尖的就是勾刺 那么 长的 可以达两三百米 最长的可以达四百米 那么说明它是什么呀 我们答案应该是选项 B 白藤的长度 参差不齐 我们来看 参差不齐 参差不齐是什么 意思是长短 高低 大小 不一致的 它的长度是 或者高低 或者大小是不一致的 比如我们说 什么是参差不齐的 青蛙 你看这里有的高 有的矮 是参差不齐的 我们的手指 参差不齐 有的短 有的长 有的有一点点长 这个就是参差不齐的 如果我们 如果它们都是一样高 如果是一样的长短 那就是整齐的 比如说这三个 就是整齐的 可是这呢 手指是不齐 参差不齐 青蛙呢 也是参差不齐 好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B 参差不齐 二 你很可能从未注意过 自己抱怨的习惯 但在别人的眼中 你已经是一个 喜欢抱怨的人了 没有人愿意总是听你抱怨 因为抱怨 会传播负面情绪 而负面情绪 会使人们长时间的 心情不好 三 很多人选择假期 开车出行 不是不想坐飞机 而是想带着自己的宠物 尽管主人会耗费 更多的精力和体力 因此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奔跑着的汽车的车窗中 一闪而过的是一张 幸福的狗脸 四 读书最快乐的 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 知识不会给你带来 最快乐的东西 而是你本来就有的 一些想法和感受 在书中被唤醒了 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候你会很快乐 五 农夫发现一条快冻死的蛇 觉得他很可怜 就把他放在怀里 用体温温暖着他 蛇暖和过来以后 咬了农夫一口 农夫中毒而死 农夫死前十分悔恨 说 我可怜这家伙 得到这样的结果 是应该的 这故事说明 恶人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 我们再听一遍 这一遍我们一边听 一边讲 先听第二期 二 你很可能从未注意过自己抱怨的习惯 这个你是有抱怨的习惯 但在别人的眼中 你已经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了 但在别人的眼中 你已经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你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没有人愿意总是听你抱怨 没有人愿意总是听你抱怨 那不愿意的 因为抱怨会传播负面情绪 因为抱怨会传播负面情绪 负面的情绪 那就是不好的情绪 就是让别人心情不好 而负面情绪会使人们长时间的心情不好 而负面情绪会使人们长时间的心情不好 所以抱怨会让别人心情不好 但是这里说了 抱怨是一种心理疾病 它不对 它会让别人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不是心理疾病 心情不好跟心理疾病是不一样的 心情不好就是不高兴不开心 但是心理疾病那就是很严重了 所以它们不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答案应该选择什么呢 没有人愿意总是听你抱怨 所以爱抱怨的人不受欢迎 我们选C 爱抱怨的人不受欢迎 好 我们继续来听 继续来听第三题 三 很多人选择假期开车出行 很多人选择假期开车出行 什么时候呢 假期开车 这里也有了 假期开车出行 我们继续来听他说什么了 三 不是不想坐飞机 不是不想坐飞机 而是想带着自己的宠物 而是想带着自己的宠物 不是什么呀 不想坐飞机 而是想带着自己的宠物 我们有不是而是 而是就想带宠物 是我想要带宠物 继续听 尽管主人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和体力 因此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因此我们常会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样一幕 奔跑着的汽车的车窗中 奔跑着的汽车的车窗中 一闪而过的是一张幸福的狗脸 一闪而过的是一张幸福的狗脸 有狗脸 所以是什么 喜欢带狗出去 所以我们应该是选择什么 答案是选择 A 带着宠物去旅行的人不少 他们喜欢开车带宠物出去 那么他们不是喜欢 不是喜欢什么 不是不想坐飞机 而是想要带宠物 带宠物 所以带宠物去旅行 是更好的 是更多人选择的 我们选择A 好 我们继续来听 第四题 四 读书最快乐的 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 知识不会给你带来最快乐的东西 读书最快乐的 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 读书最快乐的 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 不一定你学到了什么 所以哪里有学到了 学到了 只要读书就会感到快乐 所以这个第四题A不对 并不是只要读书 就会感到快乐 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 我们继续听 而是你本来就有的一些想法和感 而是你本来就有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在书中被唤醒了 在书中被唤醒了 你本来就有的 你原来就有的 你本来就有的 你原来就有的想法 在书中被唤醒了 被唤醒就是说什么 它原来是你原来本来的想法 没有醒 睡着了 你还没有感觉到 现在书中就被唤醒了 就感觉到了 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候 你会很快乐 这时候你会很快乐 什么时候你很快乐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的想法 我跟书上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选择是什么呢 D 因为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我们现在听第五题 五 农夫发现一条快冻死的蛇 农夫发现一条快冻死的蛇 农夫发现了一条快冻死的蛇 大家听到了蛇 听到了什么呢 农夫了没有 农夫发现一条快冻死的蛇 啊 我们听到第一句话就说了 农夫发现了一条快冻死的蛇 继续 觉得他很可怜 就把他放在怀里 哦 他快冻死了 就觉得他很可怜 就把他放在怀里 用体温温暖着他 用体温温暖着他 如果他快冻死了嘛 就温暖他 蛇暖和过来以后 咬了农夫一口 蛇暖和过来以后 咬了农夫一口 是怎么样 他咬了农夫 咬了农夫 农夫中毒而死 谁中毒而死呢 农夫中毒而死 不是那条蛇中毒而死 农夫中毒而死 农夫中毒而死 就是这个 我们继续听 农夫死前十分悔恨 农夫死前特别悔恨 农夫死前特别悔恨 说 我可怜这家伙 我可怜这家伙 得到这样的结果 是应该的 得到这样的结果 是应该的 这故事说明 恶人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这故事说明 恶人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什么是本性 我们来看这个词 本性 本性 本性就是说 人本来的性格 人本来的性格 那么 人本来的性格 有的人是很好的 有的人是很坏的 所以好人一直是好人 坏人一直是坏人 所以恶人就一直是恶人 恶人就是恶人 恶人一直就是恶人 他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答案 应该选择 A 恶人就是恶人 他不会改变本性 就是他就是他 他不会是别的 那我们听力部分 第一部分完成 我们现在来听 第二部分的练习 大家也是一边听 一边做记号 我们先听一遍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六到十题 第六到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 儿童文学作家赵老师 跟大家谈谈 预言 我先从预言这两个字谈起 预的意思是寄托 预言就是把作者的思想 藏在一个故事里 那预言故事 可不能听完就完了 必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对 预言很有特点 有位作家做过这样的描述 预言是一个怪物 当他朝你走过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故事 生动活泼 当他转身要走开的时候 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 严肃认真 预言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 启发智慧 让思想活跃 嗯 这段话非常生动 赵老师 世界最早的预言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约成书在公元前六世纪 就是一所预言 中国的预言创作情况又是如何 中国预言创作的历史也很长 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大约两千多年前 预言就已经广泛流传 当时中国思想界很活跃 一些政治家 思想家 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 并且争论不休 他们喜欢借预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在简单的故事中 包含着大道理 我发现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很多预言我们都很熟悉 比如亚苗助长 自相矛盾 你说得不错 汉语很多成语也是预言 我们上面说的亚苗助长 自相矛盾就是 那么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啊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 简洁深刻的定型词组或短句 大多数是四个字 一般成语都有来源 有些成语从字面上就能理解 比如后来句上 这个成语最开始用在史记当中 意思是后来者超过前辈 而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 才能懂得意思 如朝三暮四 华蛇天足 所以很多成语故事本身 就是一个预言故事 但不是所有的预言故事 都会形成成语 对 六 难得是干什么的 七 那位作家对预言的描述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八 以下哪一项符合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情况 九 以下哪一项是成语的特点 十 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 好 我们再听一遍 一边听一边来讲录音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童文学作家赵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童文学作家赵老师 儿童文学作家赵老师 跟大家谈谈预言 跟大家谈谈预言 要谈谈预言 先从预言这两个字谈起 预的意思是寄托 预言就是把作者的思想藏在一个故事里 预言就是把作者的思想藏在一个故事里 那预言故事可不能听完就完了 那预言故事可不能听完就完了 必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哦 预言故事必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对 预言很有特点 有位作家做过这样的描述 对 预言很有特点 有位作家做过这样的描述 什么描述呢 预言是一个怪物 哦 预言是一个怪物 它是一个怪物 我们说动物 动物 人物 但这里说什么 怪物 奇怪的一个动物 怪物就是奇怪的动物 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 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故事 生动活泼 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 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 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 预言 当它要走开的时候 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 预言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 启发智慧 让思想活跃 预言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 启发智慧 让思想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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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各种 各种思想非常活跃 好 我们再来听 嗯 这段话非常生动 赵老师 世界最早的预言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赵老师 世界上最早的预言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预言集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说了什么 大约成书在公元前六世纪 大约成书在公元前六世纪 是一所预言 这就是一所预言 那么我们知道 世界上最早的预言集 就是一所预言 中国的预言创作情况又是如何 中国的预言创作情况又是如何 他说的一所是世界上 那么中国的是如何呢 中国预言创作的历史也很长 中国预言创作的历史也很长 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大约两千多年前 预言就已经广泛流传 两千多年前 预言就广泛流传 当时中国思想界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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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是很活跃的 中国的预言故事创作的时候 中国的思想界是很活跃的 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 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 并且争论不休 并且争论不休 他们喜欢借预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他们喜欢借预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在简单的故事中 因为在简单的故事中 包含了 包含着大道理 包含着大道理 所以呢 他们喜欢的什么 借预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借预言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做的事情 我发现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很多预言 我们都很熟悉 我发现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很多预言 我们都很熟悉 比如亚苗助长 自相矛盾 比如亚苗助长 自相矛盾 你说的不错 汉语很多成语也是预言 汉语很多成语也是预言 我们上面说的亚苗助长 自相矛盾就是 那么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 那么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啊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仔细听 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 简洁深刻的定型词组或短句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 简洁深刻的定型词组或短句 大多数是四个字 哦 大多数是四个字 大多数是四个字 这说都是就不对了 因为他说了大多数 大多就是很多 大多数啊 不是都是 不是所有的都是 大多数是的 好 我们继续听 一般成语都有来源 一般成语 一般成语都有来源 有些成语 从字面上就能理解 比如后来居上 这个成语最开始用在史记当中 意思是后来者超过前辈 而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 有些成语是必须知道来源的 所以很多成语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预言故事 不是所有的预言故事都会形成成语 但不是所有的预言故事都会形成成语 所以这里的预言故事都可以形成成语 不是的 不是所有的预言故事都可以形成成语 好 我们继续来听问题 对 六 男的是干什么的 男的是干什么的 你得说儿童文学作家 说赵老师 那我们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 作家 嗯 作家 好 我们继续来听 七 那位作家对预言的描述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那位作家对预言的描述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预言故事是什么 预言故事常常是包含哲理的 预言故事常常包含哲理 借预言表明自己的观点 那个预言故事是一个怪物 它走过来的时候是什么呀 一个故事 它转身走开的时候 是一个哲理 严肃认真 它有一个哲理 预言故事里面有哲理 它转身走的时候是包含哲理的 八 以下哪一项符合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情况 哦 以下哪一项符合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情况 它说的是中国的情况 这个D不是中国的情况 所以我们答应该是什么 A 各种思想非常活跃 我们再来听第九题 9 以下哪一项是成语的特点 以下哪一项是成语的特点 我们好像听到成语是什么 什么惯用的 定型的 我们听到这个 那答案是什么 定型的词组或短句 我们再来 这个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听这个 第十题 十 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 十 成语和预言是什么关系 成语 不是所有的预言故事都可以形成成语 成语都来源于预言故事 那么这个成语都来源于预言故事 肯定不对 如果有都的话 那么肯定有一些不是的 有一些是从字面就知道意思的 我们可以看到 答案应该是 有的成语故事就是预言故事 有的成语故事就是预言故事 好 我们的听力的第二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来听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十一到十三题 我们先听录音 然后再来讲解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七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十一到十三题 第十一到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 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大象还有预测天气的本领 大象的耳朵很大 对声音极其敏感 它们能听到远处很小的雷声 和较大的雨声 由此可预测 雨水何时会到来 科学家们是在研究 纳米比亚象群突然搬迁这一现象后 得出上述结论的 研究小组记录了九头 来自不同象群的大象的活动情况 经过历时七年的观察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大象在纳米比亚的雨季 经常改变行进路线 它们能对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天气 有感觉 并凭这种感觉预测暴风雨 进而向有暴风雨的方向前行 大象需要雨 经过漫长的旱季 大象一旦知道哪里有雨 就会朝下雨的方向行进 这样它们可以更快地获得水源 研究者认为 这项研究除了能够了解 大象追逐暴风雨行进的状况原因 更积极的意义在于 它有助于动物保护者 预测大象的活动 从而使它们免遭偷猎者毒手 十一 大象广为称道的特点是什么 十二 经过跟踪 研究者发现了什么 十三 这一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好的 录音听完 我们先来 再来听一边录音 一边听录音 一边讲解答案 第十一到十三题 第十一到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第十一到第十三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赶紧做完记号 然后我们继续再听录音 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 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 大象 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 一 啊 啊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七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 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第十一到第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赶紧做好记号 然后开始 继续听 大象因记忆力强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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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大象还有预测天气的本领 大象还有预测天气的本领 它可以预测天气 大象的耳朵很大 对声音极其敏感 大象的耳朵很大 我们听到了耳朵大 也听到了记忆力强 然后 而著称 他因为这个而著称就是很文明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 对什么敏感 对天气 敏感吗 他是对声音敏感 我们知道他是错的 对声音极其敏感 对声音极其敏感 我继续听 他们能听到远处很小的雷声 他们能听到远处很响的雷声 所以他对声音敏感 和较大的雨声 和较大的雨声 提到了很多声 由此可预测雨水何时会到来 由此可预测雨水何时会到来 何时就是什么时候 何时就是什么时候 何时 时是时候的时 何是什么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听 科学家们是在研究纳米比亚象群 突然搬迁这一现象后 得出上述结论的 研究小组记录了九头 来自不同象群的大象的活动情况 科学家们是在研究纳米比亚象群 突然搬迁这一现象 后得出上述结论的 研究了纳米比亚象群突然搬迁 我们听到突然搬迁 说经常搬迁凑的 经过历时七年的观察 经过历时七年的观察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大象在纳米比亚的羽迹 经常改变行进路线 这些大象在纳米比亚的羽迹 经常改变路线 改变行进路线 他们能对200多公里以外的天气有感觉 他们能对200多公里以外的天气有感觉 他们对什么有感觉呢 他们能对200多公里以外的天气有感觉 他们对天气是有感觉的 这个每天能走200多公里 错 继续听 并凭这种感觉预测暴风雨 并凭这种感觉预测暴风雨 他们为什么要预测天气 预测暴风雨呢 进而向有暴风雨的方向前行 他们预测暴风雨 进而向有暴风雨的方向前行 他们可以向那里前行 到走到有暴风雨的方向去 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暴风雨那里去 大象需要雨 哦 大象需要雨 大象需要 这里应该是说大象需要雨 经过漫长的旱季 大象一旦知道哪里有雨 就会朝下雨的方向行进 大象一旦知道哪里有雨 就会朝有雨的方向前进 这样他们可以更快地获得水源 哦 这样他们可以更快地获得水源 他们需要水 研究者认为 这项研究除了能够了解 大象追逐暴风雨行进的状况 原因 更积极的意义在于 更积极的意义在于 他说更积极的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是很好的 积极的 那我们应该听一下 这个积极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刚才我们说过积极的 消极的 积极的就是好的 积极的就是好的 他的积极的好的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 积极的就是好的 那么他的积极意义在于什么呢 他有助于动物保护者 预测大象的活动 他有助于动物保护者 预测大象的活动 那他是动物保护者 动物保护者肯定是什么 保护的是什么呀 我们就知道肯定是 保护动物 保护大象 这里说有助于保护水源 那动物保护者肯定是保护大象的 我们继续来听 从而使他们免遭偷猎者毒手 从而使他们免遭偷猎者毒手 所以有助于动物保护者 预测大象的活动 从而使他们免遭偷猎者毒手 偷猎者会杀 用手 他们的毒手就会杀掉大象 所以使他们免遭偷猎者毒手 所以我们再来听一听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听完了 十一 大象广为称道的特点是什么 十一 大象广为称道的特点 什么是广为称道呢 广 也就是广告的广 为呢 就是是的意思 广为称道 称就是这个称 著称的称 广为称道 也就是说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 也就是著称 广为称道和著称 意思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A 接下来我们听 第十二题的问题 十二 经过跟踪 研究者发现了什么 经过跟踪 研究者发现了什么 研究者发现 他们要预测暴风雨 他们需要暴风雨 所以我们什么 大象总是追寻暴风雨 他追着暴风雨 他寻找暴风雨 他们需要暴风雨 暴风雨 我们听第十三题 的问题 十三 这一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 是什么 这一成果研究的积极意义 是什么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是什么 动物保护者 有利于保护大象 他虽然说的是有助于动物保护者 但是他并不是保护水源 他是保护大象 大象才是动物 大象是动物 大象才是动物 好 我们接下来再听下面的 我们先听录音 第十四到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种动物叫麋鹿 麋鹿的尾巴有些像驴尾 蹄子有些像牛蹄 面部有些像马面 脚有些像鹿脚 但整体看上去却四鹿飞鹿 四马飞马 四牛飞牛 四驴飞驴 因此又叫四不像 麋鹿性情温和 十分可爱 有个人出去打猎 得到一头小麋鹿 决定把他带回家养起来 刚进家门 家里的几只狗就流着口水 摇着尾巴聚拢过来 主人气愤地吓跑了狗 此后主人每天抱着小麋鹿 与狗接近 希望狗慢慢习惯 不再伤害小麋鹿 后来又逐渐让狗和小麋鹿 一起玩耍 一段时间以后 狗能按主人的意愿做了 小麋鹿稍微长大后 以为狗就是自己的好伙伴 不但对狗毫无防备之心 还整日和狗翻滚打闹 亲热极了 狗害怕主人 也就天天老老实实地和麋鹿玩耍 但还是会时常忍不住流出口水 三年过去了 一次 麋鹿独自出门 看见外面有很多不相识的狗 就跑过去 想和它们一起玩 结果 狗见了麋鹿 一起冲上去 把麋鹿吃了 可怜的麋鹿 到死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则议员告诉我们 任敌为友 必然会招致灭亡 十四 麋鹿有什么特点 十五 主人把麋鹿带回家以后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十六 三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十七 这则预言告诉我们什么 好 我们的录音部分听完 我们再来听一遍 然后一边听录音 一边写答案 到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种动物叫麋鹿 有一种动物叫麋鹿 麋鹿的尾巴有些像驴尾 蹄子 麋鹿的尾巴有些像驴尾 有些像牛蹄 蹄子有些像牛蹄 它说了什么 麋鹿 这个就读麋鹿 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次 这个麋鹿 麋鹿 麋鹿 它叫读什么呢 嗯 麋 因为它下面有个米字 我们继续来听 也是有些像啊 对 这里面说有些像 麋鹿有些像什么 有些像什么 它说有些像 那么 所以样子最像鹿 它说了很多有些像 其实我们知道它不是 什么 这个最像 什么 它是有些像 面部有些像马面 脚有些像鹿脚 但整体看上去 却四鹿飞鹿 四马飞马 四牛飞牛 四驴飞驴 但整体看上去 却是什么 四鹿飞鹿 四马飞马 四牛飞牛 四驴飞驴 它就是四不像 所以它是四就是好像 但是像鹿 但是不是鹿 四马飞马 像马 像马 但不是马 四牛飞牛 像牛 但不是牛 四驴飞驴 像驴 但不是驴 因此又叫四不像 迷路性情温和 十分可爱 迷路性情温和 十分可爱 我们听到了 对不对 性情温和 十分可爱 做个记号 听到了 赶紧做个记号 有个人出去打猎 有个人出去打猎 得到一头小迷路 出去的时候 打猎的时候 得到了迷路 小迷路 决定把他带回家养起来 决定把他带回家养起来 刚进家门 家里的几只狗 就流着口水 摇着尾巴 聚拢过来 刚进家门 家里的狗 就流着口水 什么样啊 靠拢过来 聚拢过来 主人气愤的吓跑了狗 主人气愤的吓跑了狗 此后主人每天抱着小迷路 与狗接近 此后主人每天抱着迷路 与狗接近 主人每天抱着迷路 与狗接近 希望狗慢慢习惯 不再伤害小迷路 希望狗慢慢习惯 不再伤害小迷路 那么狗想伤害他 是不是 狗想伤害迷路 后来又逐渐让狗和小迷路一起玩耍 后来又逐渐让狗和小迷路一起玩耍 狗和迷路一起玩 对我们听到了这个地选项 狗和迷路一起玩 我们听到了很多次 一段时间以后狗能按主人的意愿做了 一段时间以后狗能按主人的意愿做了 主人就是那个主人让他玩 跟狗 让狗跟迷路一起玩 小迷路稍微长大后 小迷路稍微长大后 前面说小迷路 现在是长大了 以为狗就是自己的好伙伴 以为狗就是自己的好伙伴 我们这篇文章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以为 以为其实是什么呀 它是错误的想法 不一定是真的 正确的 它可能有可能是错误的 不但对狗毫无防备之心 还整日和狗翻滚打闹 亲热 它不但对狗毫无防范之心 还和狗经常一起亲热打闹 它不防着狗 狗害怕主人 也就天天老老实实的和迷路玩耍 所以呢 狗害怕主人 也就天天老老实实的和迷路一起玩耍了 所以主人 它害怕 它希望狗不再伤害小迷路 狗是想要伤害小迷路的 它不让它伤害小迷路 然后 但还是会时常忍不住流出口水 这个狗呢 还是忍不住 怎么样啊 流出口水 所以 这个狗天天老老实实和迷路玩耍 但是 现在 迷路以为狗是自己的好伙伴 但是狗其实还是会流出口水 三年过去了 一次迷路独自出门 三年过去了 一次迷路独自出门 独自出门 看见外面有很多不相识的狗 看见外面有很多不相识的狗 它看见了有 它独自出门的时候 看到了 有很多不相识的狗 不认识的狗 就跑过去 想和它们一起玩 就跑过去 想和它们一起玩 因为以前经常跟狗一起玩嘛 结果狗见了迷路 一起冲上去 把迷路吃了 结果狗见了迷路 一起冲上去 把迷路吃了 它们怎么样 这个狗 一起冲上去 就 这个不相识的狗 一起冲上去 把迷路吃了 迷路被吃掉了 可怜的迷路到死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迷路到死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它到死就是死了 现在迷路已经死了 这则预言告诉我们 这则预言告诉我们什么呢 认敌为友 必然会招致灭亡 认敌为友 必然会招致灭亡 什么是认敌为友 这里就是 认敌为友 就是 认为敌人是自己的朋友 必然会招致灭亡 这副会死掉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故事 就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那我们继续来听 十四 迷路有什么特点 十四 迷路有什么特点 我们看十分 A说十分胆小 B样子最小路 我们说过它四路非路 C说是马的一种 D性情温和 我们听到了性情温和 15 主人把迷路带回家以后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主人把迷路带回家以后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把迷路带回家以后怎么样 主人让狗和迷路玩 此后 主人每天抱着迷路 与狗接近 他希望 主人呢 就希望 这个狗不再伤害小迷路 然后他又说 那些狗呢 家里的狗天天 老老实实和迷路玩 所以他说了很多次 不再伤害 跟迷路玩 十六 三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十六 三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独自出门怎么样 遇到了不相识的狗 然后这个狗把迷路吃了 我们应该选什么 独自出门 遇到了危险 不是家里的狗 把迷路吃了 是遇到不相识的狗 一起冲上去 把迷路吃了 十七 这则预言 告诉我们什么 这则预言 告诉我们什么 认敌为友 必然会招致灭亡 所以是什么 不能敌我不分 所以我们答案应该选 B 不能敌我不分 认敌为友 因为敌人是朋友 那必然会招致灭亡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不能敌我不分 敌我不分的话 那你就会灭亡了 就死亡了 好 我们今天的 听力部分 就讲到这里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